赖清德的这个赖皮疗事件争议呢 其实这几天我们一直看到在地方上 地方上不管是里长也出来讲 一些当地的居民也出来说 那我们怎么办呢 包括你看放出这样的消息说 那其他矿工疗怎么办 因为这一次看到那他都要跟着 不能用捐啦 可是那大家是不是这样 老家都不要了是不是 里长就说老人们烦恼到睡不着 好这是万里的中府里长谢嘉阳 他说里内老人家晚上看电视都看到睡不着 当地九层房舍都是都市计划法实施前的 既存建物并非违建 他们现在只希望问题能够请政府尽快修法 不要被当成选举操作的议题 回过头来其实这几天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赖清德他的一个操作方式 这也是其中的一环 就刚刚亮哥讲的 附近的住户通通拖下水啊 说我们都一样啊 那你也要让他们 连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吗 那这一招这样一打 有用吗 梅正 其实这样的回复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长期在地方服务 这就很像是说 很多人在地方上 就是弯道违建被检举 他就会说这条路哪里哪里也都违建 那不然为什么他家有猜 我家没猜 就是用这样 可是我们又看到赖清德说 政治人物并不委屈 你要用你是政治人物的标准来讲 可是我觉得他现在做的跟 弯道隔壁出兵或是什么 做的那个方式一样 对市井小民的反应是一样的 好啊你要猜就整条路都给我听一听的 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在面对这些服务案件 所以我刚刚觉得说 你是一个要选总统的人 你怎么会来这样子回复呢 对你可能会成为国家领导人 对你是总统耶 但是你也说政治人物被检视是不委屈的 那可是这样跟你的 你做的你的行为跟你讲的话 根本就是背道而驰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很像市井小民在 回答大家一样 好你监局我家 那我家隔壁在前面两间 他也是一样 为什么不拆他家的 就这样 所以你觉得其实这个观感并不会好 除了他的支持者 藤文成以外的观感不会好吗 我看起来是我觉得这还蛮减分的 还蛮扣分的 对中间选民我觉得不大会接受 这样子的说法 因为就是好的你都都有你的说法 就是送你在送 然后干扣别人在干扣这样的感觉 我先从比较简单的那个 打扫这个部分来说 就依照特勤条例 特殊情务条例第六条 其实它有规定 就是说特勤人员除安全维护专业职权行使外 不得从事与职务无关之工作 那我今天实在书难想象在现场打扫落叶 这跟所谓的安全维护专业职权有关 这个部分我比较难以想象 那打扫应该是工友或者是清扫公司的事情 怎么我们会请一个国安局的人员来做这个事情呢 所以第一个它就违反特勤条例第六条的规定 所以不要跟我说它所作所为是合法 第二个我必须讲到一个就是 姚立民老师他其实有一点在误导社会大众 包括今天的报纸有提到就是说 赖伴有说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 这个副总统的居所 所以说他这个符合这个特勤条例第十二条规定 这个受保护对象的住居所都可以在这个保护范围内 但是我必须提一个就是民法第二十条 有就住所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明确的规范 就是所谓的住所就依一定的事实 它有一个居住久住的意思 这个叫住所 那什么叫做居所 居所虽然说民法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但是从多年来的判决以及裁定 都很清楚的去说明所谓的居所就是 你没有久住的意思 但是你有一个居住的事实 那我打个比方来说 譬如说我是桃园人 那我在台北念大学 那我在台北住宿舍的话 那这时候台北的宿舍是我的居所 那桃园的父母家就是我的住所 我户籍设在那边 好 那如果今天呢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认定是 受保护者的居所的话 必须它有一个居住的事实在那里 那所谓的居住事实 一个客端的 我们在办案之后 一个客观的判断模式很简单 有没有床 有没有换洗衣服 有没有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你有没有每天晚上回那个地方 或者是一个礼拜 好几天回那个地方住 再来你水电的使用频率 这个才叫做居所 居所跟住所的差别在法律上面 就一个就叫做 有没有久住的意思 如果你有就是说 我接下来20年30年都会住在这个地方 那这有一个久住的意思 如果没有就是你可能住 三个月六个月一年 那这个叫做居所 所以万里他所谓的这个老宅 根本就不是居所 这个在法律上面 所以万里老宅是住所算不算 他甚至叫做 他就是他一个路途经过的一个地方 他人到那个 如果今天他人到那个现场 确实这危安在现场没有问题 他人不在的时候 他今天一整天根本都没有要到这个地方 有危安人员在那边派住 这根本就是违法 他们的说法是他时不时会回去住一下 所以他们就是全时都常住在那边不行的 时不时回去住不叫做居所 时不时回去住 如果以刑法来说 这叫做所在地而已 就你人到那个地方叫所在地 那以刑法 刑事用法来说好了 我们有住所居所所在地 三种不同的区分模式 那这个最多叫做所在地 也就是说你去的那一天 可能他提前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过去做危安的工作 你离开了不久后他们撤离 这个是合乎规定的 但是你刻意的去把法律 把文字做错误的解释 要嘛你弄错 不然就是不应该你做了一件 为了政治你去违背你的专业 明明居所不是这个意思 你也是法律的老师 法律的专家 为什么你会做一个违反这个 居所解释的这种 对外去这样子说明 其实说穿了又是一种 一个政治操作 我相信全台湾念法律的人 都知道住所居所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觉得有点要刻意误导 我觉得这次有点离谱 那我这样讲 我买20间房子 我有20个居所 对啊 这胡说八道 果然特别要编制要多大 所以大家在 谢龙界讲的就这个问题 还有康仁俊讲的也都是这个问题 那我刚才是直接从法律去谈 我不从事实面去谈 这个是完全违反法律的规定 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技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